我们慧霞跟她的先生侍杰 今天晚上会跟她跟我们大家来分享 如何通过产品今天走出这个生命的阴霾 哈喽大家好 我是慧霞 我现在在新加坡 好 大家好 大家好 我也是在新加坡 好 我们来分享一下 再来跟大家来讲解一下 因为世杰在这一个的情况 能够真的让我们非常的感动 特别是我 因为我都在这段时间跟慧霞有这样的交流 所以我非常感动 希望能够通过今天晚上的分享 能够帮助到周边更多的人 那么我来慧霞来讲一讲 你先生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 世杰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 当初怎么样发现到她这样的一个的症状 当初她是在9月中的时候 我就已经发现她有一点的黄痰 好像皮肤黄 然后直到一直有叫她去看医生 可是直到11月中的时候 她就严重到她的眼睛 眼白都已经发黄了 所以我就叫她去看医生 然后那时候去承索的时候 要看医生 医生一看到她 医生就讲 你不用告诉我你要看什么病 她讲 我现在立刻写一封信给你 你立刻跟我进医院 医生讲 因为你的情况 不是伸石头 就是cancer 她就直接这样跟她讲 所以11月13号当晚 我们就陪同我的老公一起去医院 然后过后她就留意在医院 第二天就很多的检查 就给她去 首先先CT scan 然后CT scan过后 他们还不很确定跟你说 到底发生什么事 只是可以跟你说是有看到肿瘤 可是还是不知道到底是恶性呢 还是良性的 所以她说我们还需要再做一次的MRI 然后MRI过后 她就证实说 是肿瘤 而且是恶性的 然后她是 医生就证实她是胆管癌晚期 胆管癌晚期 然后医生就 很不幸的啦 医生就讲 你的情况已经到了 不能开刀的阶段 然后只能够化疗 然后医生说 如果你们连化疗都不想要尝试的话 她连华人信念都过不了 当时 非常严重的情况 所以当初医生叫你直接做化疗的时候 我想了解一下当时你的心情是怎么样的 当时的心情真的是很沉重 因为万万没有想到会有这样子的事情发生在我们身上 因为在去年2月尾的时候 她已经有做了一次的全身检查 可是才短短的到11月才短短的几个月 还没有一年的时间 她就发现 医生就诊断出她 党广癌 所以好像 顿时很不能够接受这样子的事实 可是当时我真的是第一个想法 就想到我们的 Caving Wonta上线 就是现在跟我谈话的这位上线 为什么我会找她呢 因为一直以来我都会 跟她 问她一些产品的知识啦 因为 在跟她谈话中啊 她对产品的知识认识 有很深的认识 而且每一次我问她的时候 她就直接想到我要的那个重点 所以我觉得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 我就第一个时间我就想到她 因为我知道我要的 她一定会可以很直接的就告诉我 所以我就打了一个电话给她 当时 Caving Caving就知道我好像心情很down 所以她一抓到就知道我 好像情绪很不稳定 她打电话给我 我打电话给她的时候 她就跟我说 你现在的情绪很不对 她讲你一定要照着我的话说 我教你怎样深呼吸 然后就这样 她教我深呼吸 然后吸气呼气 然后过后我的心情就比较平稳了 她就跟我讲 因为我要在你最平稳的那种情绪下 跟你讲产品 你才会比较吸收 然后过后 我就问她 因为我知道 Cator这个产品 是很好的一个产品 它可以帮助我们增加免疫系统 可是我不知道到底我的先生 这样到了这个晚期的地步 他应该如何服用呢 这个Cator 所以Caving大上线就告诉我 他讲你一定要给他服用一天三次 一次的两包两包两包 然后还要配合Cent Kosovo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他胆管癌是系统出现了故障 所以就是说他消化不好 所以他必须吃这个Cent Kosovo来配合 所以他就叫我说 一天要吃Cent Kosovo 三次一次的八粒 可以多绝对不可以少 然后我就 可是在医院里面 那段时间18天的住院里面 因为他一直要检查 然后他身上还做了一个支架的手术 因为胆管癌嘛 胆管癌就是他塞住那个钢管 你们懂吗? 钢管 中间他就肿瘤在中间 变成导致你的黄胆排不出 导致他身体发黄 然后医生就暂时就跟他做了一个两个的支架手术 就是在他身上装了两个的那个管 然后有两个带 还是我大概给你们看一下照片 等一下 真的 我们可以看到会侠 除了在那个彷徨的时候 在这种晴天霹雳的消息 突然间身边自己的丈夫先生 有了这样的一个 突而其发的这种的消息 真的是说接受不来 所以当他那天打电话问的时候 跟他平时跟我讲话的那种的气势跟语气是非常不一样 所以我一听出来的时候就觉得有点不对劲 我就问他 你到底有什么事情吗? 他说 我先生现在在医院里面做了这样的一个检查 那么医生告诉我了这样的一个状况 所以我就直接就问他 那么医生已经有告诉你是第一道到什么样的阶段 没有 他就很情绪 还非常稳定 但是呢 再怎么样呢 都会有一些的情绪上的这些的波动呢 所以我就很快的直接 先安护了他的这种的情绪 因为往往人时候呢 当我们有了情绪的时候呢 所说的一些的话 会不会有语无伦次的状况呢 那么这种因为尤其紧张 所以紧张的时候呢 不太容易接受了 所以呢 真的会侠非常的听话跟配合 那么我们这样的一个的资讯的产品的交流 所以呢 在这样的情况下呢 他就安护下来 我就很大胆的推荐这个的 那么在这里线上 我想告诉大家的一件事情 Shiroto是我们身体的免疫细胞 巨石细胞的食物 它不是药物 我就很大胆的告诉他 现在在医院 我们首先要听医生的话 如果任何的医生 有给我们任何的药物服用的话呢 我们一定要接受 那么有了药物 是来控制这种病情的恶化情况之下 我们才能够用一些的保健品 或食品来做调理 对不对 对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的时候 其实 慧下呢 真的非常的信心 来 来我们看一看你那个的相片 找到了吗 OK 看到吗 OK 那么这个的情况 它是在怎么样的情况 带上这两个的包包呢 因为它的款广值数一直很高 就是因为它的肿瘤已经塞 塞住整个管 变成它的胆质不能够流 所以医生就做了这个 暂时做的这个手术 给它身上排出那个胆质 排出那个胆质 所以 因为它在住院的这18天的住院里面 它真的是没有什么定时的吃 西鲁多跟减肤瘤 因为一下它又要 fasting 然后又要检查这个 检查那个 等一下又要抽血 等一下又要掉水 什么导致它都不能够说定期的服用 我们的产品 然后过后11月13号它进医院 到了12月1号它就出院了 出院了到12月7号那天 它就开始了第一次的化疗 可是 很不幸呢 到了12月10号 它就因为肚子不舒服 一直很痛 然后我们就带它去 就进了医院 然后过后医生检查了几天 就说 就说它的那个12指肠啊 因为之后的医生是 跟我们说啦 他们是怀疑说 医生跟他做那个指甲手术的时候 不小心把他的12指肠刺破了 所以 导致他内出血 因为 因为当他在医院检查了几天过后 有一天他就突然间 要晕倒在厕所 所以医生才诊断出 他是内出血 然后内出血 就前前后后 跟他输血了 医生就跟他输血 输到第七包血的时候 那天早上 我正要准备出门 然后医生就很怕 接到医院的电话 医生就打了电话给我 他就讲 Madam啊 你看一下你老公啊 有什么遗嘱啊 还没有完成啊 有什么东西还没有过名字啦 物质啦之类的东西 你就要趁早做了 然后我讲为什么 他讲因为 你的先生 也许过不了70个小时 甚至24个小时 他情况是很危机的 他讲等一下你来医院 带你的孩子来 还是你的家里 有谁 要来听的 你都可以叫他们来 哇 我就心情真的很紧张 我就 很 很伤心啊 讲真 我就跟我儿子 因为我们是基督徒啊 我就跟我儿子 祷告了 我们只能祷告了 然后 跟儿子 去到医院的时候 医生就讲 真的 我们该做的 我们都已经做了 没有办法 你老公 因为我们这里 帮他输血进去 他那边 排便的时候 就大量的排出那个血 所以我们这边 跟他输血 那边他就 把血排出来 所以 没办法 我们能做 一边进一边出 就对了 一边进一边出 对对对 那时候 因为我也有看到 那个状况 他在厕所的时候 真的是 那个血就是这样 喷出来那种 哇 你看到你真的是 如果你们没有那种 那种 你怎样讲 心 心 定力很 定力 你们真的是会晕倒 因为这个是你的亲人 真的是 所以当时 医生跟我这样讲的时候 我讲医生 既然你们救不了他 没有办法 你就把我老公身上的那些管 跟他拆掉 因为为什么 你们 跟他掉水 我没办法给他进食 因为我的脑海里 一直想着 我要给他 服用 因为我知道 我自己心想 医生你救不了他 我来救 我就把我老公 好像死马当活马来医 我没有办法了 这时候我一定要勇敢 我 我除了我跟我们的 上帝祷告之外 我真的 我要勇敢 我要给他尝试 洗得多 因为我知道这个 也许这个产品 真的是可以帮助他 然后医生就听我的话 把他的管拔掉 然后我就 给我 我叫医生就安排 作物给我老公吃 就是那些流制的食物 给我老公吃 然后在住院的 这段期间 我就一直供给他 洗入口 一天 没有断过 就是一天六包 一天的三次 还有剪VSOVO的配合 然后就这样一个星期 过去了 我老公那三天的危险期 也度过了 真的是感谢主 真的是感谢主 然后医生就有问我们 他讲你去问一下你老公 想要回家吗 因为有时候医生讲的话 也很难听 他就讲 因为有些病人 他们希望回家 然后就好像希望 在家叙事 这样子的意思 可是那时候 我不管医生讲什么 我老公也跟我讲 不要去管医生讲什么 医生救不了我们 我们自己来救自己 然后 过后的一个星期以后 医生就安排我老公出院 可是那一天 那个医生写 那个hospital summary的时候 他是写 他是写我老公的 那个状况是很好 就是very well 这样子 然后我就安排我老公出院 出院的头三天 因为我老公便秘 我还不知道到底说 他大便还会不会出血 所以每一次 他要去厕所的时候 我就很紧张 我很怕他会 那个分便会有血 会有血证明就是说 他里面出血的状况是 还是没有 没有修复 所以到了第三天 真的很 很神奇 我老公既然没有分 因为如果你分便是黑色的话 就是代表你还有出血 可是我老公的分便 已经是正常人的巧克力了 哇 当时我们真的很开心 很开心 确实确实 真的很开心 哇 我想 Xeruto真的是很棒 还有 因为他帮助你不再出血 因为你分便已经是巧克力 就代表你已经是没有出血的问题了 这个是我们自己认为了 然后很快我们就找了另外一个专科的医生来看他 然后那个医生就要求他要做一次的MRI跟验血 然后那个MRI结果出来 他就跟我们讲 他讲好消息 就是说你老公十二子肠出血的问题 医生之前的医生说救不了 可是那个破洞的地方自己修复好了 几乎已经要好了 他讲 哇 真的是很 对 很开心 真的很开心 因为出血 导致他有生命危险 现在已经帮助他修复 几乎可以康复 然后坏消息呢 就是他的那个癌指数 癌指数就相当的高 因为他的癌指数 正常人是不可以超过37 可是他就达到675 我知道675 哇太高了 对太高 然后医生就讲 没有办法 一个月后我们就一定要安排你做四次的化疗 他的一个疗程是12次了 可是他说先做一个四次 然后在这个一个月里面 我们真的是没有停过的 就一直给他服用10多 跟减壳 因为他帮助那么大 就连12指肠破洞的地方 医生说不能救了 可是他既然自己修复了 有这么神奇吗 因为在这段期间 我老公没有服用任何的西药 只是服用BE的产品 这是重点 他没有任何的药物 只用取洛多来增加他的身体免疫力 让这个的修复因子 让他在内部这些出血受伤的地方 做修复的工作 对吗 对对对 真的他一生也没有给他任何药 我也很奇怪 为什么他也没有任何的药吃 所以我就更好了 我们就可以 就可以完全给他尝试这个保毒素品 然后过后 2月15号就开始了第一次的化疗 但每一次的化疗 医生一定是 必须跟你验血先 才可以做化疗 因为他要检查你各方面 你的血小板有没有掉到很低呢 如果血小板掉到太低的话 你就不能够进行化疗 还有你的那些红档素 合格吗 不合格 所以各方面的检查 才可以让你去化疗 可是我们看那个报告的时候 我们一定会先见医生 哇医生就说 哇这是一个奇迹啊 我们就很奇怪 为什么医生说是奇迹呢 他就说 之前我帮你做一个MRI的时候 你的那个癌指数是675 可是现在短短的一个月 他讲你的癌指数跳到28 是正常人的指数 然后他就问我 你们到底有给他吃什么吗 可是我也一笑而过了 我也没有告诉医生 然后自己心里暗爽了 哇真的 Ciruto真的太神奇了 真的太神奇了 然后就这样子 四次的疗程就这样子完成了 可是在这四次的疗程里面 我老公 一点副作用都没有 除了一点就是他吃东西 比较淡以外 而且他这个吃东西比较淡哦 只是维持几天的时间而已 然后过后就没有了 因为他的化疗是 每两个星期做一次 每两个星期做一次 所以在这化疗的过程里面 这四次里面 他也没有掉头发 你看他的头发还很多 对 他没有掉头发 他也没有发烧 他也没有说 因为他们讲 化疗的人一定嘴巴生很多奥瑟 对啊 会溃烂 然后还有人很累 可是他化疗了回来 他人很精神 所以我们也觉得很神奇 哇 Ciruto真的有这样子的威力 然后过后就 医生就说 这样子我们就再安排你 做一个全面的一个scan 叫做Pet scan 那因为我们要更确定的 看到底你老公里面的癌细胞 到底还存在吗 还是说比较少了 然后癌细胞 不是癌细胞 就是那个scan出来的时候 因为我们开刀的 又是另外一个医生嘛 然后这个医生是一位基督徒 当他看到报告的时候 他就告诉我们 哇 真的是神迹啊 他讲感谢主 他讲 我就问他为什么 他讲你 他就开他的那个电脑 给我们看 其实我们也看不大懂啦 因为只有医生看得懂那种 那种 那种影片 然后就告诉我 他讲 因为他很震撼 他说 他有一点不相信 他所看见的这个事实 他就说 你老公 既然90%的那个癌细胞 已经不见了 他讲 不见了 让我讲 还有那 还有10%呢 他说 还有的10% 我都不肯定 到底他还存在吗 他这样告诉我 他说一定要 开刀 把那个 把那个割出来的肝部位 拿去化验 到时候我们就会知道 到底那个 细胞 还是不是活跃的 那个10% 因为他告诉我 他讲 因为你这样子看啊 我们肝里面 有些部位是 是会有活跃的 那个是正常的 所以他不确定 那个活跃的是 癌细胞 还是你本身肝的功能 他这样子回答我 然后那个医生还很激动 还打电话去 帮我老公 Pet scan的医生 他讲 你看那个报告 是不是我所看到的 一样 是不是真的 就是90%跟10% 医生讲 是啊是啊 你看一个 这么专业的一个医生 他都不能相信 他所看到的报告 所以结果他就跟我们讲 他跟我老公讲 好消息 之前的医生跟你说 你已经失去 开刀的机会 这次你可以开刀了 他讲 是同一个医生吗 我想问一下 会想是同一个医生吗 因为化疗跟 这个医生是不同的医生 化疗是肿瘤医生 然后这个开刀的是肝科医生 他专门是 肝的专科医生 所以他都那么专业 他都 这样说不能相信 他所看到的 那个 那个 报告 所以 真的 他说我 我跟着你们一起 我都感觉到真的很震撼 很激动 他讲 所以 过后 他就 他就跟我老公讲 你可以开刀了 然后我们真的是很 很开心 因为 原本我老公是一个 怎样说 癌症晚期的一个病人 只能够化疗 可是现在 我老公 既然借着 跟 我老公可以开刀了 而且 很快的安排开刀了 过后 我老公的伤口就恢复的很快 真的很神奇 恢复的很快 只是短短 两个星期多 我老公的伤口就已经是 你看到好像是已经是没有 没有事情了 因为里面我们看不到 外表真的是 算是康复了 而且他两个星期多 他就已经没有说 痛了 他讲没有这样痛了 只要我不用力出力 就不会痛 哇 真的是很神奇 太棒了 太棒了 所以呢 今天我想问一下 慧小 跟世杰 已经做了几次的化疗了 第五次 第五次 所以大家再先上门看一看 看看这个世杰 他会像是做过 五次化疗的人吗 一般上我们所知道的 所做过化疗的人呢 第一个现象呢 就是兔头或关头了 然而呢 我看他的毛 他的毛法呢 是非常的旺盛 我用两个字来旺盛 我想问一下 曾经在化疗当中 有掉过毛法吗 没有 没有 没有掉过 对不对 所以大家 我们应该也 大家如果去回想一下 我们当初 我们这一个的 Dr. Inagawa 在我们推广 这一个 Shiro To的时候呢 他也帮助我们说 告诉我们说 我们的Shiro To 也可以帮助 我们的毛法 的这个再生 所以今天 大家在线上的朋友们 大家来看一看 真的可以 大家会认同说 今天这是做过五次化疗的 病患者吗 癌病患者吗 我看他 简直跟我们健康的人 没有任何的差别 对不对 对 现在呢 Shiro To 我来想问一问 你对这个的产品 是不是越吃 越有信心 越爱吃 服用 是的 越有信心 当然了 在线的朋友们 今天呢 世界当然除了 我们这个的Shiro To 之外呢 那么最重要的 我相信你的 阿鲁拉裤 衣服 袜子 是穿几个小时的 我想了解一下 衣服 是穿一整天 穿24个小时 24个小时 朋友们 只是穿睡觉 睡觉 跟袜子 穿睡觉 OK 那么 Basic Topical的裤子 就是穿24个小时 除了冲凉以外 对吗 太好了 所以大家记得 我们在线上 今天这个 当然Shiro To 是给我们 这一个免疫细胞的 这个的活力之外呢 我们促进 血液循环 我们的 阿鲁拉 Siri 阿鲁拉 Basic Top 裤子 也可以促进 血液 因为当我们能够 促进血液循环的时候 我们的氧气充足 那绝对对抗癌细胞呢 也是有非常 非常大的帮助 最后的时候呢 惠霞 还有什么 跟在线上的朋友们 分享吗 鼓励的话吗 鼓励的话 我希望我跟我先生的 这一段分享 能够鼓励大家 也可以一起来尝试 服用Shiro To 因为Shiro To 真的是太棒了 它不仅可以增加 我们的免疫系统 而且让我们 可以抵抗我们的 我们的病 尤其是现在这个疫情 那么的严重 所以我希望 那些还没有事的朋友 可以尝试尝试 我们Being International的Shiro To 真的 我们非常谢谢 惠霞 跟世杰 今天晚上 给我们见面 跟我们分享了 因为一般上呢 癌患 癌病患者呢 都不愿意散镜头 我们非常谢谢 今天晚上 世杰 能够呢 跟惠霞 一起来 跟大家来见证 那么呢 晚一些的时候 在这一个的直播 Live之后呢 我会把世杰 世杰可以允许 把你这些的 一些的验照 来跟大家来分享吗 没问题 谢谢你 最后我想补充一点 我老公现在 已经是free cancer了 他身上已经没有 太开心了 我整身取鸡皮疙瘩 现在了 因为医生说 当他化验 他的那些肝 没有疙瘩的肝的部位 也是没有癌细胞了 所以他已经是free cancer 太好了 太好了 感谢公司 感谢公司 真的 感谢公司 Be International 跟我们的founder 真的 要感谢我们founder 太英明了 真的 我们希望能够通过 今天晚上呢 会侠跟世界来分享 给大家有更大的信心 那么呢 我们也很大 也大力 大胆的 跟人家分享 我常常就跟人家说 我也跟会侠说过 今天我们不把这个的 好产品分享 是我们的错 那么只要我们把它分享呢 那么尽量更鼓励对方 来服用的话呢 就是他们得到这一个 我们Be International的福气了 对不对 所以呢 今天呢 希望大家通过 这一个的产品 这分享呢 让大家对shiroto 有更大的信心 服用 好不好 那么呢 在今天晚上呢 我们的live到在这里 谢谢大家 今天晚上的出席 来聆听 希望给大家一个 最好的月晚 谢谢你们 谢谢大家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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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